如果云游会的时候 你们摊位卖糖果 你负责采买 你买了每公斤10元的水果糖 跟每公斤15元的牛奶糖 水果糖1公斤10元你买了6斤 牛奶糖1公斤15元你买了9斤 这样子你卖的时候 如果不想赔钱 你的价格要卖多少 也就是相当于在算平均成本 这题也许很多人他会想到我们股小的时候就会做 拿总成本也就是10元乘以6加15元乘以9斤 去除以总重量也就是6斤加9斤 那这样子算出来的话是13元 那其实这样就不错啊 这样算就很好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一类计算的时候 这边的数字会有点丑 那就不好算 我们可以来这里用另外一种方式 速算他 怎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去想像我最后的平均成本 如果用平均成本来卖是不赚不赔嘛 那平均成本会落在10元跟15元之间 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落在哪里呢 如果平均成本是X元的话 那其实怎么样 其实用这个价钱来卖水果糖是赚的 也就是说我摊位上如果水果糖跟牛奶糖混合起来 都用这个价钱卖的话 你看到有人来买的时候他专门挑水果糖 你心里就会觉得 赚到了 这个人不适合 对不对 反过来说如果他专门挑牛奶糖你就会觉得 贵的东西都被他挑走了 这样子 那 如果他专门挑水果糖的话 水果糖我每一斤是赚X-10元 牛奶糖我每一斤是赔了15-X元 最后我不赚不赔 而且把全部的糖果都卖完嘛 所以我最后是怎么样 这个X-10乘以6 然后15-X乘以9 会相等 会相等的话 根据国中我们学过的比例的知识 所以这个赚的比赔的就会是6跟9的颠倒过来是9比6 也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 我这个赚的所谓的X-10他其实就是这一段长 然后 赔的就是这一段的长 所以说呢 我们说赚的比赔的是9比6就3比2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怎么样呢 最后我会落在 3比2的位置上 那这样子这个 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3比2的话呢 3R加2R 会刚好是15-10 也就是 所以R是1 那所以这个X X画个三小型 就会等于13 因为他是10加3R 这样我们就取得了这个13 数线上 6是10的权重 9是15的权重 他一方面来说就是他有 9倍的分量 所以 怎么样平均会比较靠近他 对不对 平均比较靠近他 所以他这个数字越大 平均反而越靠近他 所以这个平均 距离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其实会是这两个数字 对调 因为你越大 平均离你越短 离对方反而越长 就说平均会相当于 一些超超板的支点 你可以想象这个我们国小的时候学 这个超超板上 如果我有一侧有一个30公斤的小猫 一侧有40公斤的小狗 要平衡的话 是不是这一段比这一段会是4比3 你可以说30乘4等于40乘3 那你也可以相当于怎么样 这个比跟这个比会颠倒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等于是用图形 去图解来速算加全平均的问题 反过来 我相信眼睛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 这个式子 其实也就是分点公式 对不对 他就是把10乘上了 10乘上了2 加15乘上了3 我们这也是6跟9 10乘上6 15乘上9 除以6加9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在这里就会发现 分点公式跟我们 现在写的这个叫做加全平均的计算 它是一体两面的 那我们刚才介绍的就是说我可以以数线上等分点的寻找 来作为计算加全平均时 的一个 速算的技巧 于是我们来看例子 我们现在假如说已经知道 权重是 多少 以这题来说单价23元跟单价30元 23 30 23元的橘子买了12公斤30元的橘子买了16公斤 所以12就是他的权重 16就是他的权重 平均要落在哪里呢 那就像我刚刚讲你可以想像这里一个恰恰板 一边做了一只16公斤的狗 一边做了一只12公斤的猫 要平衡的时候 支点会再比较靠近他吧 那这里会几比几 他们两个实际上是4比3嘛 所以交叉这边会是4比3 所以4R加3R是30-237的话 R是1 4R加3R等于7R 如果他是30-23是7的话R是1 所以 这个其实就是27 那你看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方式而是用我们原本习惯的算法就是 你要去算这个23乘以12加30乘以16去除以 这个 12加16 这个数据有点丑啦不是说不行但可以 但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数线上讨论来去取得他的一个数算 再看下面这个 如果每斤25元的橘子有8斤 小明买了一些 然后又看到旁边有比较便宜的 所以就挑了那一种 12斤 结果算一算变成1斤16元 也就是说本来1斤他买的橘子本来1斤是25元 他买了8斤 买了8斤 他又看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 就不知道是多少钱 可是这种买了12斤 结果变成16元 那我这16要点哪里呢 其实你在这个时候随便点到是没有差啦 不过我们现在看出来这里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靠近他一点 说这个是16元 那到底便宜的橘子 一斤是多少钱 本来我们是需要设位置数吧 就是说 25乘以8加12乘以x 除以 8加12等于16 这样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说 12比8是 3比2 这里 3 这里 2 对不对 所以25跟16之间是差9 那如果9 这个2比3是多少比9 就说如果9是3R的话 那2R其实是6 所以你就会得到 温号等于10 也可以怎么样 以至端点跟平均来求权重 7%的酒精跟13%的酒精 他说 各要取多少才能配成11.5% 如果今天我们不用这个 分点公式的速算技巧 他本来是怎么算的 你要设 7%的 X克 13%的 Y克 然后用0.07x加0.13y 除以 X加Y 会等于 11.5% 这样子 他 如果有告诉你 最后配成 11.5%的酒精 比如说 400克 你下面就会多一个 X加Y等于400 然后联力求解 两个位置数 两条方程式会解开 他如果没有给你最后 费是多少克的话 那这一题的这个 答案还是会求得出来 XY求不出来 可是你可以求到他的比例 那他就会这个 等号两边同乘 X加Y 又同乘100 这个100乘过去就把他们 那个白位进掉了 所以你就得到7x加13y 等于对面的11.5 去乘X加Y嘛 所以是11.5x 加11.5y 那这样子的话会是 把Y移过来 那个X移到左边去 所以会是1.5y 会等于 4.5x 所以 X比Y是 4.5跟1.5倒过来 所以X比Y是1.5比4 4.5也就是 1比3 可以吗 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 讲的这个 用分点的方式来 速线的方式来速算 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 如果我用速线的方式来算他 那我说我有 7%跟 13% 然后最后我 调配成11.5% 对吧 对不对 那问你原本的比例是几比几 我只要找这一段跟这一段 那这一段是1.5 这一段是4.5 所以是3比1 3 1 就做答了 对不对 1比3 好 那不是要炫耀说这样算有多快啦 就是说要说的是这是一个不 不同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而且他会变得 比较有意思 好 这个 社会之数计算的好处在于他可以降低我们 好这个 不用一直想现在在算什么 我就是一项 就是加减就是消去 这是他的好处 但是他的坏处当然就是他把计算变得比较没有意思 因为你只是在移项加减和消去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那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他就 具有一个意义说平均在这里的话 他离他比较远 代表他 离他比较近嘛 代表他的权重比较高 那这个权重比会刚好是交换过来 理由我们刚才都讲 所以我们这堂课呢主要就是要讲说 我们从刚刚的例子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做的是 拿数线等分点的方式去计算加全平均 把它视为是一个 加全平均应用问题上的图解技巧 那如果你反过来看 你就会发现 所以其实我如果要求数线上等分点的话 我拿加全平均的概念来处理 它就会形成我们一个算数线上等分点很实用的 像公式一样的计算步骤 所以我数线上现在有-5跟 4分之13两点 说AB线段上有一点P 然后AP比BP 是8比3 9P点 可以吗 那我就这么说 按照本来我们原本 如果 不学分点公式的话 我们以前会用这个方式做 你要拿4分之13 减-5 然后 除以11 就切成11段 乘以8 然后还要记得再加付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说 你在这个位置的话代表怎么样 代表你是一个加全平均的结果嘛 本来的权重应该是 8比3 所以我实际上这一点P点可以用-5乘3 加 这个 4分之13乘8 我们把它倒过来先 除以8加3 就可以取得了吗 那-5乘3是-15 然后这边 8乘4分之13是26 所以是-15 加26 除以11 等于 就会发现是 1 对不对 那当然啦 就是说随着数字选的不同 有的时候这样好算一点 有的时候其实你在数线上算还更快一点 并不是说一定用这个方式就会是最好算的 但是就是说 提供一个不同的方式去思考 而且眼尖的同学们应该发现的 这就是 分点公式嘛 不是吗 如果今天8是M 而3是N 这是A 这是B 这是P 我们是不是就相当于在说 P点会是 N M加 NA加MB 除以M加N 所以 搞了半天 高中所教的分点公式 这个公式 其实就是加全平均啊 很多数学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已经用了 都已经会了 结果在数学课本上看到又 却不会 但是因为你没有发现它们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 这堂课最重要就是要告诉你说其实 分点公式就是加全平均 当然了以加全平均的角度来说要去解释外分点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这个 如果遇到外分点的话我比较喜欢用我们上一集介绍的就是 去想说我走了几个然后超过了几个这样子 用线性组合的方式去思考 事实上线性组合的系数也就是加全平均的权重 好那 这个 今天教的内容呢 如果有懂的话 那我们可以 期待下一次 在跟 分点公司在相互 我们今天课上到这里